请为中国敬酒 感悟中国智慧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健康饮酒创造者 中国敬酒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 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谢谢各位 大家请坐吧 请坐 杨总您是哪人 湖南 湖南 对 相应难改 那您这比如说 跟同事们开会 布置任务 各个分系统 大家能领会您的精神吗 应该来说没问题 我们的北斗系统 我刚才说八万人 能够这么有条部分地 实施下去 他就是因为 完全理解了我的精神 您讲完以后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尤其是作为 可能对北斗 过去还不太了解的人 今天应该收到了 很多震撼的信息 我刚才立刻查了一下 我发现现在什么 北斗手表 北斗手机 都已经开始有民用的 已经民用了 市场上都有了 而且我们的老人 小孩都在用 以后你想 北斗手表 人家问 怎么样 准不准啊 还行吧 有一点误差 大概过一段时间 可能有一秒钟左右 不可能 我认为 您先这么 就给他悬念嘛 你说过一段时间 大概会有一秒的误差 那对方肯定就问 那过多久啊 你就问 你能活到三百万年吗 这就很霸气了 是吧 然后刚才您也说到 现在的精度 已经到了分米级和 分米级 毫米级 就拿它可以指导 共享单车的停车 对 这个是我们 这是加了一个 我们的地基增强系统 这是有了一个辅助的 辅助的 一个地面系统 这个地面系统 把我们的北斗的 这个系统的精度 可以提得更高 刚才大家听到 杨总说到 这个以后 共享单车 不能随便乱停了 估计最后就 再往左两厘米 过了 回来一厘米 这个应该不用 那么精度那么高 它是在一些特殊领域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特殊领域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在 那个高楼大厦 顶上 它有一个漂移 你只要漂移几毫米 它就可以坚持得到 就大风一吹 有的建筑物 但是如果是超过了 它这个大楼 规定的这个 漂移的率以后 它就马上遇见 它可以达到这个 对 在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 很多观众 写来了小纸条的问题 您参与北斗卫星 设计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保密程度 是不是和当初 两弹一星设计的 前辈们一样 如果是一样的话 您会在寂寞孤独的工作中 想念家人吗 您的夫人认识您吗 没到那个程度 没到不了那个程度 现在也不至于 到了那种程度了 现在我们的家人 都是在生活在一起 国外人实际上 也是搞空间继续研究的 包括我的孩子 也是搞空间继续研究 所以 就没有孤独寂寞冷的时候 对 因为我们想象中 像这样的工作 因为它毕竟涉及到 很多技术啊 保密啊 包括国际间的竞争啊 您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 我们在这个保密这个方面 确实还是要求得很严 尤其是核心继续的保密 那是非常之严 我们在家里面 从来不谈 我们工作的这个事情 我的工作也从来不跟他们说 这个是 在这个我们的家庭里面做到了 多好 回到家绝不谈工作 但是有的观众 非常不厚道地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您的重要的设计图纸 和您的爱人 同时掉到水里 您会先抢救哪一个 这个问题问得很特别 实际上要说的话 它都是一种生命 实际头子是我们 整个卫星导航的一种生命 我夫人也是一种生命 在这个地方 我是希望两者都能够见得 注意 杨总的肢体语言 一个小细节 杨总说完 两者兼得过来拍了我一下 意思就是 差不多收了 刚才导演在您回答的过程中 偷偷给我爆料说 夫人就在现场 哪位是 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其实杨总能顾上家吗 顾不上 顾不上 但您的工作节和他一样的性质 也是做这么重要的岗位 所以那谁来顾家呢 那我来牺牲一部分 我主要是牺牲了 您爱人说 我主要是牺牲了 我从您爱人的语调中 我感觉出来有意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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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甘情愿 因为航天这个行业非常特殊 这个可能一般人都承受不了 非常辛苦 你去到我们空间技术研究院去看 基本上晚上是彻眼通明 谢谢您 谢谢您 所以您看您在外面忙 孩子也是做这个工作 估计您的爱人真的是要付出很多 我的孩子都是我爱人带的 实际上我在家里面啥事都干不了 啥事也不会干 但是您干的是国家的大事 这一点真的 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 当想到这一层关系的时候 往往会非常感动 好了 不往下追问了 这个确实对一个 会员工作者来讲 他无法回答 家人 事业 这关乎到国家的 国之重器的大事 所以你让杨总在这里 做一个取舍 我觉得是不公平 所以只能是深深地表示理解 好 接下来六位青年代表 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跟杨总交流 来 第一位 杨总您好 小萨哥好 我是一个重度的路痴 我觉得这个路痴 其实活到我这么大挺不容易的 找不着路 对 我小的时候 没有手机的时候 我们就买地图 后来有手机地图了之后 手机只要没有电 或者没信号的时候 就非常没有安全感 就离了导航就活不了 后来我听了您这个演讲 我觉得路痴并没有那么不容易 设计这系统的人才不容易 这个导航系统 我感觉在跟城市道路规划 斗智斗勇 我找了两张图片 一个是我们北京知名的 西之门立交桥 这个已经在最近被超越了 真的吗 对 我听说除了北京的老司机 能认明白 没有人赚得明白 重庆那个你没看见吗 对 你看这个 对 这战胜了北京 我觉得这个GPS都没有用 这个只能靠北斗了 这个北斗可以吗 城市发展的这个速度 就是咱们的科技 就比如说您说 一个卫星上去12年 底下这个变化 它能跟得上吗 这个应该来说 是两个系统 对吧 地图是地图 地图是导航 导航是导航 对 是我们的导航 是在你有一个精确的 地图的情况下 如果你那个地图不精确 我的导航精确 可能就差 不说十万八千 至少一二十米了 北斗只能告诉你 你现在的精纬度 对 你在地球的哪个点上 至于这个点上 现在的地图是哪条路 是西之门呢 还是东之门 这个是画地图的人 来告诉你 如果他画错了 跟杨祖没关系 我说的这个对吧 我理解的完全是对的 对的 完全对的 那我明白了 刚才您说到 这个导航系统 谁应用的更普及 谁才是赢家 那未来我们会在 哪些领域应用 比如现在国内 已经有很多创业公司 他们做无人机 然后还有很多公司 在研发这种 无人驾驶的技术 我们未来会不会 在这些领域上 应用我们国产的导航系统 现在实际上 已经用了我们的 包括无人机 还有无人驾驶 我跟你说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的架考 就用的是我们的北斗 架考 考驾照 考驾照的 它就是无人监控了 你要是捣裤的话 你捣得不准确 马上就给你在那个 在那个屏幕显示上面 就给你显示出来了 你不合格 就是这样 所以接着你这个问题 我也有一个好奇的 就是实际上 比如说未来 如果中国人都用 咱们自己的北斗系统 摆脱了国外技术的依赖之后 是不是对于整个国家的 数据安全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确实 有一些大型的挖掘工具 原来都是用的GPS 但是现在 所以你在哪有什么工程 工程 对 什么地方进去 都能知道 所以现在基本上 已经用我们的北斗取代了 那我再问的犀利一点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 北斗的普及率 才能超过美国和俄罗斯呢 从普及率来说 我认为我们的现在的应用 可能我觉得 基本上是差不多了 我们比俄罗斯强多了 此处有掌声 咱们跟美国的GPS 毕竟我们是 20多年的历程 他们40多年的历程 而且他们确确实实 在这个应用市场上面 这么多年来 它趋于一种冷断的地位 它布局的 对 很广泛 其实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 慢慢的更新换代的问题 因为现在 比如中国自己的用户 对于北斗 现在刚刚开始了解 不着急 等大家几年之后 都得换手机吧 实际上 现在我们的智能手机 即用了美国的GPS 也用了我们的北斗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 帮杨总做广告 北斗导航系统 谁用谁知道 所以我们共同加油吧 谢谢 谢谢杨总 杨总您好 主持人您好 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公益的救援志愿者 那我是 那么我是您这个 北斗的一个使用者 也是您北斗的一个受益者 谢谢 谢谢 15年 尼泊尔有发生过一次 这个8点一级的大地震 接到队长的通知 我随队一起赶往尼泊尔 参加救援 我们赶在这个环境72小时内 这个赶到了 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的震中 我们当时到那里的时候 第一断水 第二断电 第三断通讯 什么都没有 我们当时到那里 我们就迷茫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 当地的这个指挥部 取得联系 参加应急救援 当时我就记得很清楚 在我出发之前 队长告诉我 你走的时候 一定带上手持的北斗定位仪 还好那个时候 我们到了正中灾区之后 第一时间我拿出了这个北斗定位仪 把我们自己目前的情况 下一步的工作 以及需要后方给我们协调的一些工作内容 全部通过北斗定位仪的文字形式传送回去了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这个加德满都当地就有工作人员找到了我们的这个临时指挥部 并且把我们引领到了这个加德满都多国联合指挥部里面 进行了紧急会议 而且给我们分派了这个紧急救援区域 我觉得这个功能在当时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 而这个功能背后是多少生命获得了拯救 对对 没错 这跟就是文泉地震的这个实际的凡事一样 它就是在其他的基础通信设施都损坏的情况 它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通信短暴温的这个功能发挥的作用 想问一下您 北斗卫星模块 它是否可以监测到这个地震 水灾 海啸 以及这些自然灾害呢 都可以 利用它微量的变化 比方说我的这个北斗的这个增长 放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以后 对 它应该是 相对来说是个零点 如果它有地震可笑的变化 对 它就肯定它就有位移 这个位移可能达到一定的量 他们地震专家他就觉得是 这个可能有地震发生的一种趋势 可能就会预警 我们提供数据 提供数据了 地震专家去分析 分析 对 还可以跟你们 我们进行泥石流的监测 下大雨的时候 原来都必须要有一个监测人 日夜在来监控 看着它是不是会有泥石流 现在不愿了 现在就把我们的北斗增长放在那里放 如果你那个泥坡骚扰有几毫米的变化 地表只要有一点移动 它就马上报警 所以这个可能有泥石流告诉你 所以现在用起来很方便了 那我们在将来 有没有可能开展语音实时传输的功能呢 这个继续发展 有可能往那边发展 但是从目前来看 我们的现在的整个的这个通道的容量还不够 也可能在 可能是北斗世代 那可能我们的通讯容量够了以后 就跨了一个量级 比方说是一级的通信能量了 在另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你提取的这个要求就可以实现了 不光语音 我觉得下一步还应该视频传输 真的 不过今后一击的这个宽的容量差不多以后 我觉得可以实现 所以未来的技术是有无限可能 好的 谢谢 所以以后你们作为救援队 应该享受这方面的技术便利会越来越多 这不光是对被救援对象的一种保护 同时对你们自己也是一种保护 向你们表示敬意 谢谢 杨东好 小达老师好 因为今天来这边见到杨总 确实很激动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现在大力的发展北斗这块 包括民品化这块 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对 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我们现在在就是内蒙古 阿拉木厂那块 做一个技术创新 改善我们传统的放牧的这个方式 就比如说我们原来的一些传统方式 就是人为的去放牧 就是人为的看管 而我们现在就是应用北斗定位这块的技术 然后做一款就是一个定位项圈 然后套在比如说每一只羊的脖子上 这样子在安全的一个放牧区间内 我们可以实时地监测每一只羊的在具体的哪个位置 包括您看现在这个照片上 这个羊好潮 脖子上还挂个黑匣子 对 就实际上现在牧民能够通过手机实时监测自己的羊群在哪 实时监测自己的羊群在什么地方 包括羊在做什么事情 管得好宽 因为比如说它超出了一定的安全界限之外 我们可以用无人机进行驱赶 或者无人机进行监测 它具体在做一些事情 包括比如说狼群来了或者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时区的驱赶 这样子更人性化一些 因为现在国家倡导的军民一体化 包括北斗民品化 您对北斗这块的民品化这块有什么建议和意见没有 刚到上海开了个年会 他们提取了定位万物复联 实际上意思是什么呀 我们的北斗提供的时间和空间 是和所有的事物是有关联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关联的情况下 我可以这么理解 北斗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就怕你没想到 没有做不到 所以你就去伴手地去想 你想到了就有就有用 万物互联万物什么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杨总林好 小老老师好 我是来自国防科大的孟志军 然后从事的是北斗新鲜练路的研究 其实我非常柔幸 就是在北斗三号 就是第一颗实验卫星的时候 我当时是在发射现场的 所以说这个 当时特别激动 尤其是看到卫星升空的时候 到处都是欢呼声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流泪了没有 就那个时候都忘了自己的状态了 就完全融入到了那种兴奋 对对对 和喜悦的情绪里 但是其实最激动的不是在那 最激动的应该是 我们研制的那个 新鲜练路的那个载荷 什么载荷 新鲜练路 就是卫星之间的电路 对 你得理解对 就是两个卫星之间 进行信息交换的一个通信电路 新鲜练路这项工作 实际上是我们北斗三号的一个亮点 GPS 格罗拉斯 包括欧洲的加利润都没有这一个系统 这是咱们自己的 这是我们自己独特的 这也是我们北斗系统 可能在2020年变成世界一流的导焊系统 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 你在这方面做了更新 当时我们那个载荷 研制成功之后 那会应该是我们最激动的时候 对接之前 当时杨总就是 清临现场给我们做了指导工作 那会儿呢 我发现杨总的那个头发还是黑的 那会儿还是一五年 今年这个五月份在上海 我见您的头发已经白了 包括今天现场 这个头发已经全白了 真的是两年的时间 实际上还不是 这个在前期已经是有点白了 但是没有现在这么白 其实我也是这个 从一二年参加这个 北斗系统的研制 是五年来 我们这个工作基本也是出差 像我这个平均都是两百多天 那我的最高纪录是 一年有两百四十七天 严总您作为这个系统总是 肯定压力比我们要大的很多 您会有压力 压力肯定是有的 在每一个系统里面 它确确实是 它有它的一些关键的一些难题 礼品上刚才说 我们的卫星 除了我们心中以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 关键的一些器不见 这些器不见 都是 现在是由我们自己做了以后 我们还要进行一些寿命的考核 等等的 这在时间上面就有压力了 比方说一个十二年的 这样一个寿命的要求 你这地面就必须要做大量的实验 来说明我能够保证十二年的 这样一个寿命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考虑 要说透了 就是整个系统主要是一个进度的压力 一个是我们18年要发射18颗卫星 这是我们在这个一带一路国家 要实行覆盖 能够保证它们的好用 这是平均一个月一颗半 到了2022年 我们要发射30多颗星 所以这个时间是最重要的 刚才我在演讲的过程中 我说我们也强调了百分之百的国产化 在这个里面实际上就意味着 我们要强调它的可靠性 这个可靠性就是在我们的十二年里面 部分取任何问题 这是在这个方面 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工作 只要它不上天 我们的工作就不会停 可靠性是第一位 摆在我们的这些各种指标当中 是摆在前列 而且这当中也有你的贡献 就是您有没有一种放松的方式 来给自己示范这些压力 您怎么减压呢 要怎么减压 我的一个办法就是 回到家里面你啥也不想 你就躺着了 所以说我到我家里面 我是什么也不干 什么也不想 这就是减压 这真是这样 但是真没办法 如果连家都不能让您放松的话 那您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放松了 在工作岗位上您肯定是紧绷着 刚才他说 他们在实验卫星里面 进行了这项工作 而且获得成功以后 那种狂喜 就是这样 而且是咱们独有的新鲜店 谢谢 谢谢 为年轻的北斗人 部长 杨总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北京市八一学校的一名高中在校生 去年参与研制了中国中学生首科自主研制的小卫星 发射了吗 发射了 就在天上的卫星现在 现在已经圆满完成了使命 回归了地球母亲的怀抱 在我们去年我们是年末发射的 然后当时我们在发射场 然后赶上了大雪风山 然后天气环境很恶劣 然后火箭在发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最后导致了对卫星的寿命有一些折损 我想问一下就在您经历过这么多颗北斗卫星里面 有没有过哪一颗出过什么事故 你说的是北斗系统是在发射上去以后还是在发射过程中 在发射过程中 之前在看新华社关于北斗卫星的推文中 他曾经提到北斗的有一颗卫星在发射之前 当时是遭遇到了雷电天气 然后听说好像最后还是硬撑着成功地发射了 硬撑着 这个我跟你说不是硬撑着发射的 我觉得首先 这个发射它必须有它的科学依据 这个希望你明白 那天曲线雷电确实是一种意外 我们在取这个发射窗口的时候 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气象分析组 它是要对这个整个这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进行强细的分析 包括风 雷 雨 觉得在这个时段里面 可能没问题的才能够走之实实这种发射 但是西藏那个地方 它是局部的小区域 当时分析的是 上午和下午都有雷电雷报 到了晚上没有了 但是恰恰那一天下了一天 而且到了晚上以后 雷报比白天还厉害 哎呀 当时心里面非常焦急 你要是在那个时候要发射的话 确实这个雷电对我们卫星发射是影响极大 只要稍稍雷电有一个电极的火发 就可以使我们整个卫星运载火箭就可以引起爆炸 所以在那个地方是不能有任何的雷电的 在当时要发射的过程中 我们的气象分析的这卷家族 是基本上是五分钟一报 就是说在这个气候环境变化的情况下 你都要准确报告我们的发射的某一个时段 如果这个时段不行的话 别的卫星还行 我们这个卫星不行 我们这个卫星是在天上的卫星轨道上 它有固定的相位 你错过这个相位你就定不了位了 所以只有在那个窗口的那个时间段要进行发射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如果是在雷电发射的过程中 只要不是在整个运载的飞行行道上面 也没问题 所以这就要气象工作人员 把这个雷电发射的地点把它搞清楚 我们当时只要求是在20公里 在一个范围内没有的话是可以发射的 就是在这一个情况下 我们气象分析员把这个整个情况报告以后 我们弄为有一个窗口 大概是两分钟的窗口 两分钟 对 就是在两分钟我们就把它发射了 这不叫硬撑 不是硬撑 它是找到了一个空隙 在这样一个窗口的情况下 我把它发射 安全 安全发射 科学的态度就能从刚才杨总讲述里 就能感觉到 每一个小的环节 你究竟是要确保它万无一失 还是说赌一把吧 也许是好的呢 就这种这一念之差 可能就是科学和不科学的分界 这个我们寒天啊 任何事情都是要确保万无一失 这是我们寒天的一个信念 你在任何时候 你必须要非得有把握 才能进行决策 这就是我们寒天的 这方面的一个经验 虽然你还是个高中生 但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 对这方面感兴趣 而且未来 是不是你也打算立志 从事这方面的事业 很可能 那从现在起 这种严谨的精神 就一定要养成 和你的团队一块 好 所以我觉得 作为一个科学家 这种态度 如果能在今天 跟你的对话中 你能在心里 为自己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和榜样 你未来的科研之路也会有成就 这确实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对 高中生 现在都已经可以开始玩卫星 玩火箭了 坐吧 谢谢 现实中的科学家 让我们感受到的是 他们必须得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我想这背后 也是八万北斗人 为了这一个事业 为了这个项目 他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所做的努力 所以面对这八万个幕后英雄 在这里 我们也用一个词 那就是所有的感激 千言万语 谢谢 会成两个字 谢谢 谢谢 很快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 就能够在生活中随处感受到 我们自己头顶上 中国人的北斗系统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的帮助 便利和安全的保障 到那一天 千万别忘了 在这背后 这个庞大的北斗人的团队 感谢杨总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一期开奖 再见 别人往的街头 想要自己的路 自己走 不必平凡生活的街头 只要给我起回